最近監察院针对公共电视 董监视的争议 华氏前高层未经董事会决意领取 年终奖金 还有前任中央社社长 独断善专 造成中央社内部人事纠葛的状况 提出了纠正 你继续有听过 领核的行政院还是新闻局 被監察院针对媒体干预的事情 提出纠正 这是第一件 再来看 政府总统家 他刚抱怨的这一段 他刚才给大家看 08年9月的时候 他有哪些前置新闻自由的事情 新闻局要求中央社要删改 一则关于中国独奶粉的报道 新闻局要求中央社要删除一篇 关于批判马英九的新闻 08年10月 新闻局要求中央广播电台 不得批判中国 08年11月 陈云林来台警政署发文给媒体 要求提供1106围城所拍摄的照片及影带 视之为直属的收正工具 把媒体当成是他们的收正工具 就是陈云林来台的事件 并没有中央 中央官完来 还要收正 09年财讯月刊报道 中石集团各媒体编辑部 被命令全面畅望台湾 凡是匹马 骂刘 稍微停扁的新闻 几乎都会被检讨 有台某主播称呼马英九是宅男总统也被惩处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有台叫阿扁什么 叫阿扁去吃大便 他稍微的被惩处 现在又活跃在主播台上 但这位宅男总统 宅男总统我没感觉是批评 我觉得宅男总统也可嘴可嘴 结果被惩处 后来他离局了 2011年8月中央社中午发出杨淑君撤告案 吴奎当时是坦诚说他视线之情 这个新闻出来不得了 马上中央社就非常之忙碌了 行政院长办公室笑容打电话给新闻局长办公室 要求处理中央社将原稿撤销改为 吴奎力挺杨淑君 有没有干涉新闻 来 再来看看插手哪些媒体人士 这个当时这个国民党推了四位立委 进入这个公共电视担任董事 为什么公共电视的董事 亲一色都找立委进去 我们不明白 我们真的是不明白 公共电视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当时他们为了要改变公共电视的结构 做了哪些事情 还有我们看到了这个副社长 中央社副社长由马肖竞选总部发言人 罗志强接任 陈胜福被推举为公室代理董事长 这个就职典礼表演规划统筹管理明花园 多次为马阵营站台辅选表态停马 01年陈胜福被选为华市董事长 好 那影响所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自由之家 对全球新闻自由度的评比 台湾是每况愈下 06年的时候第35名 07年的时候33名 08年的时候32名 好了 换人执政了 马总统说他在媒体很弱势 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后来我才知道 所有媒体只有中央社和中天电视 全天候采访 他表示说 每天发了很多的新闻 大家投入是值得赞许和肯定 他要告诉大家的是 红山军长达数个月的活动当中 我从来没有收到一通 来自任何高层的电话 那当时阿兵不是收你咱咱咱咱咱吗 不是说红山军除非阿扁下台 不然他们不散吗 以阿兵在政权危急之客 中央社的副总编辑 从来没有收到一通 来自高层的电话 要求有关红山军的新闻 不要做太多 中央社也没有收到 总统府行政院及新闻局 在这个任何间接或直接的关切 他说这不是特别的事情 但现在呢 为什么这变成特别的事了 许多跑政治新闻的记者 感受到一些压力 不知道哪些新闻会踩到地雷 看起来十分安全的新闻 也会出问题 比方说新闻局在操作 研考会有关马英九 百日民调新闻上 不仅消息是新闻局放的 采访的学者都指定好了 新闻局指定学者让记者采访 只因为学者在文章中 提了一些微负面的说法 人们不会被骗吗 社方要求撤稿重发 让记者必须半夜两点起床发稿 是这样在干涉新闻的 这个 这位前副总编辑在国外的期间 也听到了一些声音 社方对于马政府的负面新闻 要求能少就少 李登辉日前骂阿扁和马总统 结果骂阿扁的稿子发得出去了 本土性社团的新闻 纯属言论主张的被封杀了 记者沦为只能报喜 不能报忧的工具 作为新闻主管 不能阻止这样的发展 我实在深感惭愧 新华社在四川地震 三路独南粉事件当中 这个中国的新闻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我妈 难道台湾的中央社也要发声吗 中央社是新闻的上游 提供新闻给所有媒体订户 如果有一天中央社的新闻必须选择性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偏颇的 有些人民或团体是不能享受到同样的媒体经济权的 那么大家在看中央社新闻的时候 这个比较学术了 不要两口打来听 再来看人事布局 人事布局大家都按说的 罗志强 马英九近任总统的发言人接任的 从人事布局来看 只要翻开以往中央社历任副社长的资历背景 就可以知道 以一个完全缺乏新闻经验和社会历练 除了在律师事务所和政治选举 有些许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来当上中央社副社长的话 我必须说可能连罗志强他自己都不清楚 这对具有深远历史的中央社的羞辱 对媒体人完全瞧不起的恶劣 以及粗糙的做法